第一次拍戏的时候 觉得是一个很好玩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站在镜子前面 不断地去练第一场戏的内容 很久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自己了 你好 我叫肖春生 每一个角色多多少少都会融入肖战本人的一些性格在里面 跟我相像的话应该是盛阳 因为有过相似的成长环境 相似的工作经历 反差最大的话应该是肖春生 他比较外放 甭管他有多少玩主混混 我肖春生一准给他躺平了 那我本人在生活里面可能更加的安静一点 翻开每一个剧本的时候 其实都想要去贴近这个角色 塑造得更加的立体丰富 探索每一个角色的特质 然后寻找自己跟他相似可以契合到一起的点 很多角色 我陪他走完这短暂的一生之后 他会给我很多属于这个角色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相互的 演员跟角色之间的一个关系 2024年我希望拿到一个充满惊喜的剧本 挑战 新鲜感 丰富 希望进入到 可能自己现在还没有挑战过的 一个世界和一个角色的一个环境的剧本 这一年 这个是我们的最想要是 大家肯定是怎么做的 这个是这样的 新鲜感 又是这个 2016年 还能给你 大家